仔细看这位女士 她很快就要遭遇 她职业生涯中 最离谱的经历了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视频 我们根本无法解释 因为没人知道 这瓶子上 是否拴了一根绳子 接下来的影片 我看了好几遍 但是始终没有搞明白 其中的内容 因为整起事件 看起来很像是巧合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不是巧合 第三个男人 我看了好几遍 我看了也很像是巧合 但是我以后 我看了很像是巧合 也很像是巧合 这个男人还真是幸运呢 多过了一场灾难 这个男人呢 是一位蔬菜店的店主 据他说 当晚他准备打烊关门了 所以在门口收拾东西 而在此时呢 这个男人出现了 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店主的后背 据店主回忆 当时他还听到 这个男人说 看你的背后 这很像是朋友之间在打招呼 但他们真的是朋友吗 我们稍后再讲 如果没有这个男人的提醒 这位店主一定躲不开 货车栅栏的攻击 这么看 这很像是一个巧合对吧 那接下来 我们接着来分析 店主说天太黑了 他没有看清楚那人的模样 并且这个人 如果真的是店主的朋友 按照常理来说 他在打完招呼以后 不应该停下来 跟店主聊两句吗 他没有停留 直接就走了 那他可能就不是店主的朋友 他就像是 特意来提醒店主 有危险一样 但他怎么知道 那个货车会对店主造成危险呢 这所有的条件加在一起 实在是太离奇了 所以我才说 这很像是一个巧合 但又不是巧合 一座处理在美国加州的布鲁克戴尔旅馆 曾在三十多年前 发生过一起 女孩溺水身亡事件 从那时候起 酒店就停止了服务 一直到现在 但是最近 有一些游客 在路过这里的时候 向这里的负责人 提出了观光的请求 负责人表示 你们可以站在门口 进行拍照 但是就不要进去了 是为你们好 并且还为他们 讲述了一件故事 说在几年前 有一家人 也像你们一样 想进去看看 但是在进去以后 这个家庭中的小孩子 就差点被淹死在水里 据这位被救上来的小孩子描述 当时在水里 有一个小女孩 再跟她玩耍 然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几位游客呢 拍了一些照片 也幸亏是没进去 因为进去了 真的没准 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呢 哦 看照片的 这个地方 爱荷华州的爱丁堡庄园 是一座地处偏僻的弄鬼庄园 在这座庄园的历史中呢 她曾经做过农场 做过养老院 甚至还做过精神病院 而时间久了 这里也慢慢地流出了一些传闻 说这里经常闹鬼 甚至还能听到鬼哭的声音 在最近 一位来自Reddit的用户 调查了这里 虽然她没有拍到鬼线声 但是她的摄像机 却拍到了一些 十分惊悚的声音 这位用户 没敢在晚上探索这里 只是架设了固定摄像机 所以她也无法确定 声音的来源 但没去探索 可能也是好事 没准 真的有危险呢 最近一位身在墨西哥 曼萨尼约某家医院的护士 在夜晚值班的时候 拍摄了一段 令网友们十分害怕的影片 但是呢 影片中也有很多疑点 让我们先来看看正片吧 你看到这张脸了吗 我们都应该看到了吧 在这里 但是这位护士 怎么好像没看到呢 这就很奇怪了 护士离得很近 不应该看不到我 那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原因呢 这根本就不是鬼脸 可能只是别的东西露出的一角 只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 它很像是鬼脸 情侣之间吵架会有多恐怖呢 让我们来看看 下面这两位情侣的吵架过程吧 看来这个男孩子 平时就应该很怕他的 女朋友吧 在几天前呢 一位屋主在查看家中监控的时候 发现了非常奇怪的一幕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幕 发生在凌晨两点十分 第二幕 发生在凌晨三点三十九分 有两个发光的东西 突然从天边炸裂了出来 有观众分析呢 这种夜视相机的感光度很高 就算是手电的光亮 看起来也会非常的亮 但是呢 有一点不好解释 就是这个发光的高度 所以 这到底是什么呢 飞机 还是 别的呢 夜晚十分 两位女士带着孩子 来到了 海边散步 本来呢 他们是想记录一下 孩子玩耍的过程 但是他们后来却发现 在录像里 有一些 奇怪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有人猜测 这只是一位 醉酒的先生 因为他喝多了 胶太滑 不容易站在沙滩上 再加上 距离过远 和天色浑暗 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什么 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一位老人家门口的摄像机 突然发来了警报 他去查看了一下 屋外的情况 什么都没有 这引起了他的好奇 他就检查了一下 摄像机 在几分钟之前 拍到的画面 然而呈现在 他眼前的内容 让老人 十分的难以接受 在这段影片中 你看到了什么呢 一共有三处奇怪的地方 第一处 这个天空中的发光体 是什么呢 第二处 路灯 开始不断地闪烁 第三处 路灯下 凭空就出现了一个人 补充一下 这也只是 长得很像是人 这个情况 就很诡异了 老人家很疑惑 当然了 我也很疑惑 不过呢 有不少观众都认为 这一定是 外星人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蒂姆没有闲着 他还在调查那栋鬼屋 就是那个会引诱孩子的恶魔 举住的地方 并且在本次的调查中 那只恶魔 还袭击了蒂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ge得了 长得了 正abi 有淹由 83 9 4 6 2 1 7 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地母逼到了一间小屋子里 但是地母并不想坐以待毙 她打算使用盐来封锁这只恶魔的行动 滴乐 Оно там 在那裡 Где ты? 我去 从这个情形来看呢 蒂姆撒盐的这个行为 的确让这只恶魔很不舒服 随后蒂姆打算借此势头 来跟这只恶魔交涉一下 这些属子 我把他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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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好 屋子里的灯都熄灭了 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 这只恶魔很有攻击性 看来地母还要跟他缠斗很久 只不过那就是下棋的事情了 等地母更新了我们再继续 好吧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节目又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是飞鸿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午夜再见